李財分判中 財路自然通 李財分判中 林修榮 有時 你會無緣無故 收到一張自動給你的支票 在支票上面 印了你的名和地址 支票的金額 可能只是十元 但也有可能高達幾千元 收到這些支票 你千萬不要高興 要唯有人送錢上門 世界上沒有這麼便宜的事 有一些支票是推銷的手法 支票金額比較低 大約十元或者二十元 如果大家把支票 傳入自己的銀行戶口 就是已經訂購了 某一些服務或者產品 以後公司就按月記帳單給你 將來要取消 通常都不是那麼容易 另外一類支票 金額可能是一千元或者以上 這些其實是信用卡公司的推銷手法 當你將支票傳入賬戶 就表示已經向信用卡公司 做了現金貸款 Cash Advance 只要大家看清楚支票上面的附加說明 就可以發現利息大約是由百分之十五至二十不等 這些利息是馬上開始計算的 這些是不像信用卡買東西 起碼有二十天的所謂grace period 之後才開始計算利息 收到這一類的支票 假如你不想使用的話 一定要將它撕爛 避免被人家盜用 我是林修榮 下次再在理財分半鐘見面